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的视频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今年的Pans & Palette这个计划 9个月以后的成果 我Pans的盘子呢,是这个 Too Faced的Liquid Eyeshadow Collection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跟6个月update的时候的对比 那可以看得出呢,比较有明显进步的呢 就是这个每天用来给眼皮打底的肤色 还有这个每天拿来画眉毛的哑光的灰色 那肤金色呢,我主要是挖了下边的这个部分 我觉得在下一次年底update的时候呢 这个颜色应该可以用完 那这个哑光的灰色呢 我已经把铁盘上的这个圆环挖出来了一部分 我希望在年底update的时候呢 可以把上面这一块侧边的都把它挖干净 那左上角的这个亮片色呢 我平时会拿来做眼线 这个珠光的银白色呢 我这段时间呢都比较固定的拿它来打亮 眉骨啊,还有眼头 那这两个颜色呢都算是比较经常用到了了 虽然它们都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深度 但是始终还是没有能够hitpan 那我会继续努力的挖它 希望下一次update的时候 这两个颜色都可以hitpan 那其他一些每天根据不同的衣服来搭配的颜色呢 都没有什么很明显的进展 那其中的这个飞色 我已经算是比较多的用到它了 但是看起来呢好像也没有用多少 感觉我手上所有的Too Faced盘子不管它是什么年代的 也不管它的粉质是如何 起码它都非常的显色 而且粉压的都非常的实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在Instagram上呢也会放更多的update照片 那还有一些其他产品攀的照片 那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关注 最后呢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哦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